哎呀 这里太吵了 根本就没办法睡觉 我们也是天黑了 才开到这里来 这一路过来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停车位 这外面 这外面的风好大呀 那里是个检查站 好多车从这里过 一过了之后 它就狂吱狂吱的那个声音 特别大 这话还没落 又听见那种声音了 它外面临近检查站的密密麻麻的那个检查带 那个大货车可以开过一跳跳跳 但是没办法 这再往前面走有300公里 到喀什都没有好的停车的点 今天晚上就只能在这里住了 只能说下次住一走吧 像这种检查站的话最好别住 因为减速的太多了 这个车的隔音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只能将就了 咱家小咖啡都睡不着 坐在那里抓口睡 他说太吵了 你两个是选的啥地方 就是啊 没办法今晚就将就 将就注意吧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前面出发 300公里到喀什 起床了朋友们 今天起的特别早 这太阳才刚刚升起来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就在 那个塔什库尔干县 曲曼检查站 过了夜 车就停在这旁边的 这怎么说呢 反正昨天晚上有一点吵 但是安全绝对 那是港港的没毛病是不 小车还好的 特别是那种大货车 这拉货进去的大货车也特别多 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们才知道那种感觉 登登登登 这又来了 好多的大货车 每辆车过这里都要检查的 因为到检查站的时候 那种检查带特别的多 小哥非别跑到公路上面去了 知道不 这边这些地方 我感觉特别怪的就是什么 你们看四周的山 光秃秃的 一根草都不长 但是只要有水的地方 这下面就是属于草原 虽然说这个天特别冷 还没有长多少出来 那中间已经有一些绿了 只要有水就会长草 没有水的话像这些 完全是寸草不省 昨天我们就是从那个山峰里面 这样开出来的 遇见的那个沙尘暴 那边也是根本看不见一根草 往这边走呢 就是帕米尔高原景区 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到的景区嘛 在这样 转了一圈那个盘龙古道 前面两个视频有的 那个盘龙古道还是特别壮观的 就是开着有一点吓人 一进了新疆之后 我们看见好多这种 灌溉用的水渠 因为他们这边干燥嘛 全都是这种水渠来灌溉 农田啊 还有那些草原的 我想问一下朋友们 在新疆这边 像这种水里面 让钓鱼不 因为西藏那边 那不是说不让钓鱼吗 到了新疆这边来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 不知道啊 像这种水渠里面 肯定是有鱼的 不可能没有鱼对吧 但是 在我没搞清楚之前 也不知道当地是什么风俗 也不敢轻易的贸然的钓鱼啊 有知道的朋友 评论区说一下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钓鱼 像没事的话 停在这种小溪旁边 在钓钓鱼 我感觉这还是不错的 我们轮胎的胎压 总是比那三个都要少少0.2的样子 一直都这样 咱们给它加一 点在里面 因为上一次都加了 好像都没什么反应 看一下这一次再加点在上面 试一下 小咖啡 这个打折特别慢 不像去那个修车店 它那个枪 按几下就满了 这个不得行 这个打好几分钟 十来分钟 可能是这玩意儿 车重的 这个打气方的压力比较小 对 打个十来分钟 看能打进去 打进去之后 我们坐那个方向出发 就是踏实有三百公里将近 今天必须要赶到 因为路上没有行车的地方 对